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 我们接下来就要画《钱为爱》的一些作品了 你看 在画布上这一幅是两只像 它画动物 它左边的画 但是它动物也画得比较好 你看 它的两只像 用笔非常是朴实的 我们从两只像的开始 前面画好 再画后面 再补紧 我们画之前 先用铅笔勾一下稿子 它的轮廓 特别是像 不能耐画 不是像画那个舌头的 一定要像 所以要用铅笔来勾一下 轮廓 大致地勾一下 主要的轮廓要勾好 那么画起来比较方便了 我们勾好以后 就用一只小白银笔 那么 再一下 我们从它的头部开始 斜往这里 这个地方是眼睛 眼睛从这里开始 这里是一个牙齿 都是中缝 鼻子 那么 它的头部 你看 我现在用笔很小 但是每一笔里面 都一颗色笼带 这样的有味道 清水 再蒙 蒙少了 再再一点 好 这一笔 像好了 那么 后面的线 我们一种眼睛开始 两侧眼镜 先画好 笔纸 他来看hington 点栏 看到 最新锣的帽子 但是身边都是尊重的 身边设计 好 继续 是 一对牙齿暗画出来 这个耳朵 同学们 你们看 我这个用臂蓝 开始有牛刀袋 一臂一臂一臂画下去 这个臂有节奏 有浓有带 你看我这个水里面 你看 都是青水的 西中这个青水里面 一扔 那么再再磨 所以这个青水还是保持清的 这个不是回了西梅鲁金 这样你这个用臂 就是有条不纹了 笼带处理了 比较有一定的 舌头安排的 你看 这个画一棵树 你看 这个地方也一棵树 你看 这个地方也一棵树 就这只小白用变 那么枯了以后 那么水里一扔 那么这用 十变 这里也用十变 一扔 这样枯色相见 那么这里呢 补上一扔小的树枝 一扔是中缝的 这只用笔 好像写字一样 你不要看这种小枝的画法 你看 沉住 如果 那 很很滋 你看 很非常滋润的 一臂里面又枯上牛带 很延润的 现在枯 枯了里面来 看起来还是很滋润 好 那么我们呢 先再颜色 颜色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大象的嘴巴这个地方 眼睛嘴巴的地方 放在扎实 眼睛嘴巴的地方 好 可以了 那么其他的扎实呢 放在树盖上 接下来就画一点草 用枯笔画草 好 又酷 又涩 那么我们在后壁呢 用一支大壁啊 那么我们在后壁呢 称上一些草路似的啊 要称一下 啊 嗯 树个 树柱部分部分呢 也用 那些枝路 草路 称一下 树柱的地方呢 稍微留一点白 等会我们也可以叠的花 那么这些枝路呢 你小心一点 像的身上不要伸进去 白像 让它白一点 这样啊 这样啊 特别 它的两个白的牙齿 要留成 好 点外也下 好 那么我们用一只小便 用白的颜料 跟红的 点上 点上一些花质 这个呢 好像是春天的杏花 用淡一点的 可以称湿 点 怎样呢 看起来比较红花 比较融刹 好 我们整体看一下 这样的一幅 称谓大地 完项更新的一种气氛出来了 好 这幅画就 我们到这里好了 那么再换一幅 好 同学们 这一幅呢 是前卫岸的两只狮子 他画的两只狮子 是他称为太狮少狮 这很有味道了 那么他这个狮子的画法 你看他这个用壁 也是很解剖的 都是很干的壁 你看我们放大来看看 所以我们画的时候呢 我们先用铅壁把它勾一下 勾好以后 我们再用毛壁来 我也是用这只小白银壁 好 我们来勾一下 我们呢 写从大师字开始好了 大师字呢 我们写从他的眼睛开始好了 眼睛 那么 接下来画笔子 嘴巴 要一句枯笔啊 拿个纸进来 笔要干一点 那么 少笔一点啊 你看 我一笔里面 都一句枯笔的啊 千万不要这样的啊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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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竖起来 笔 该啊 行笔呢 要慢一点啊 笔上水门锁了一码 笔上水门锁了一码 那么现在这个水上啊 笔血里面的清水里面呢 扔一下啊 扔的差不多啊 那么再沾一点嘛 那么你看 好像浓 那么再 去掉一点啊 那么再 去掉一点啊 好 接下来呢 好 接下来呢 我这里下面麦的啊 把那个小狮子的头画起来啊 小狮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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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到这个顶部 那那个笔子呢 鵝啊 把它画出来 这里有个笔啊 两个面啊 那 两个耳朵 好 啊 那么 它的须啊 毛须呢 那么 这里啊 把它分开了 一个呢 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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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它的臂部啊 屁股 把它画出来 尾巴啊 好 小狮子画好了啊 那么 大狮子的 哎 后 后 后体啊 这样啊 就啊 好 感谢观看 那么它还有那个后面的屁股要把它画出来 那么这下去呢我们用dab把它称一下 用dab摄一点比较紧的 在这个音部来称一下 试一点来称一下 因为它的用壁都是枯的 那么我们试一下 特别它的就这个地方也称一下 看在它的力度 好 怎样呢 我们就下来 OK 还有那个大狮子的尾巴 大狮子的尾巴呢 尾巴松下一点 大狮子这里还有一个肩帮 好 那么我们在它的脸部来要扎定颜色 这里要扎定颜色 用扎实好了 扎实颜色 嘴巴这边 嘴巴这地方啊 所以浓一点 别紫 别紫 你两边要留开一点空白 嘴巴 嘴巴下巴也是两边要留开的空白 它的 两个耳朵啊 它的颜色啊 其中 就是 就是 它是 你 随便 对 你 的 看 这么 随便 我们整体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好了以后 你看一下 眼睛好像还不够精深 我们再用胶一点的门加一下 可以了 等一下就比较有精深了 我们上面可以提词 这种提词你可以用经文来提 经文就是大拽 大拽我们经常要练习 我写上几个 就是用小白衣写好了 你们经常要练 也就是说我这个壁冲里面 都有经文的一种味道 我写几个经文 你看写经文的时候 现在小也是中奉 要顿处 又有那个启佛的一种壁士 所以你这种信条 你拥在那个画里面 大概是最高当的 像这个是西州的 一个牌上的一个名文 我觉得它这种体制 是在经文里面 所以缴缴在那 我们零的时候 也是这样 像我这样 很婆娑的 不要写得很光 你看 跟壁上那个水少了 那么你就卖一点 那么没有了 你去用水粒 就像写字一样 这种方法呢 你经常练习 你递这个画呢 写得有很大的帮助 好 同学们 我们这一节呢 就结束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领悟一个 叫王毅婷的一个花灰 她的鱼子 画那个动物呢 还有鱼啊 一些东西 画得比较好的 好 再会 好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